17天呢 迈路第17天 一大早从仁爱国小出发 这群参与 漫浪台湾海岸线上的爱海人士 2月2号从彰化方苑往北走 沿着海岸线 一步一脚印环岛 记录台湾生活和海洋环境变化的关系 沿着全台湾海岸线徒步环岛60天 每一天徒步前进20到25公里 我们用最慢的速度 带着国人来认识我们台湾家乡这块土地 认识家乡 每到一站都会留下记录 述说着地方的特色 来到基隆收到海科馆 基隆护海教育中心 及新甘宝贝的热烈欢迎 再从海洋来教育 再认识一下我们周边环境 然后呢 要保护整个海洋 整个地球的一个目标 现在结合了护海教育之后的话 我们的活动会更加的精彩 会直接带孩子 直接走到海边 来体验我们的海洋 我们在里面不断地跟大家介绍 海边的地质景观 生态特色 人文故事 产业发展 还有各地的污染跟破坏 希望用最慢的速度 带着大家 轻声地走到 每一寸家乡的土地上 用心 用眼 打开你的五感 认真地体会 家乡海洋环境的变化 因为用心 打开了五感 更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 更深入地认识到海洋教育 对于台湾环境的关心 他们的投入 值得我们再次去肯定 这个COVID-19帮助我认识台湾 我到处问人 每个人都给我非常非常有人情味的引导 甚至还有太太带着小孙女 她说 你等一下 阿嬷跟这个说 说阿嬷坐车 带我到站台去 我觉得 天啊 我好喜欢寄龙人 1500公里用走的 要走多久呢 我们用脚丈量过后 绕一圈的海岸线 大概是1500公里 所以绕完一圈 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看起来好像很长 但是整个人生当中的两个月 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困难 你只要能够花两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认真亲身的走完整个家乡海岸 希望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海岛的子民 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都可以为家乡做更多的努力 有机会的话 大家一起来走走吧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